八年的公费留学生涯 学成归来的徐悲鸿 感念的不仅有穷困时期 曾伸出援手的人们 更有让他得以完成学业的祖国 徐悲鸿认为 艺术可以团结整个民族 他志在改良中国画 恢复中国画的勃勃生机 以此报效祖国 他到西方去 他很明确 中国艺术什么是好的 为什么要衰败当那些程度 他去要干什么 他是要学点东西来振兴中国的艺术 1933年 他将中国画带出国门 让世界看见中国艺术 我祖父在1933年的时候 把自己家里的房子压出去了 带了250多张中国的绘画 到欧洲巡展 让欧洲重新认识中国 因为那个时候30年代 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就是一个流长辫子 裹小脚 就看不起中国 那么看了这些他带去的中国作品 非常震撼 一家所看了以后 说你们中国有七百十 我不敢到中国来 世界的文化在东方 东方的文化在中国 所以说他在推广中国文化当中 他是不予一例 近些年来 听说您经常到爷爷曾经去过的地方走一走 比如说南洋去过多少次了 我去过两次 就是他去过的地方 他曾经捐款的时候 自己的纸 自己的墨 自己画 画完了以后 放在那是叫做救助总会 去挂起来去卖 卖了以后 自己再补上去 就这么一批一批的去筹款 资助国内抗战 但是他没有想别的 就是在想 希望能有自己的力量去报效国家 他曾经讲过 他说我们留多少汗 也不如前方战士留异地血 我们前方的战士 没有任何去跟国家讲任何价钱 战死了以后 怎么办 我们做这条微波量 是抚恤这些死男将士遗孤 所以说他这种爱国的这种情怀 我听到以后非常感动 他当时去南洋捐款 捐了将近四五十万大洋 来抚恤这个死男将士的遗孤 那个时候是一笔巨款了 当时抗战正在最紧张的时候 他画了一个名作 奔马图 就是这幅非常有气势 是在一个小小的圆桌上画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 他心机如焚 创作的这个作品 我的父亲呢 也受了他的这种 很多的爱国的思想 1944年呢 就参加了远征军 去上了印度 那时候他不到17岁 我的姑姑也受了影响 后来就是去参军 我从解放局给他写了信 所以我到了解放局参军了 呀 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 接着就说 厉厉参加革命了 厉厉参加革命了 1939年 为了支援国内抗战 徐悲鸿风尘仆仆地奔走南洋各地 意卖作品 他将一腔家国情怀 融入自己的作品激励了无数华人 直到1942年 他才结束了长达三年多的 南洋卖画救国之路 回国之后 徐悲鸿重新投入美术教育事业 他独具慧眼 善食人才 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 徐悲鸿三顾茅庐 将齐白石请入校园任教 他资助和培养了富报石 蒋兆和吴作人等人 把西洋方法引进来 形成中国的一个教学体系 这个体系是徐悲鸿创造的 而且很完整 而且是代代相传 有一个非常雄厚的队伍 这个队伍不仅在北京 而且是全国各地变成一个主流 走过这么多路以后 我自己感悟到他的一生 立志 坚持 爱国 奉献 他从一个 穷孩子 到一个大艺术家 他这一生58年 他做了很多事情 最后把自己的所有 全部捐献给国家 台湾 40 2